我呼吁大家把物业可以取消了 我觉得取消物业势在必行 大家自己想想 为什么农村没有物业 照样可以生活得好好的 是不是 我们一到农村去 很多村都是很干干净净的 水电照样可以使用 正常使用 是不是 为什么一来成年 就非得要有物业呢 学非得要有物业来给我们服务呢 物业真的是只是拿钱不做事 看不到他们任何的价值所在 所以取消他们真的是势在必行 大家自己想想 农村的水电坏了谁来修啊 水坏了是不是水务区的人去修的 电坏了也是国内去修的 是不是 那为什么来到城里的这种小区 就非得要物业来弄这些东西呢 难道城里小区的公共区域的水电 后来就不能让他们也来修吗 不能让水 水务区 工电区的修吗 是不是 你让物业来修 很多物业也修不明白 他们也只会在外面找外源 在外面找资源 找那些做水电的水电工的找那些来 所以真的没什么用 他们只会拿那点钱 拿我们的钱 我们的钱也不少 现在很多人有着物业费 有了很大的压力 就是这个物业费增加了压力 本身就没什么压力 但是物业费增加压力 给物业了 物业给物业费 物业只会请几个老人 牙都要掉光的老人 站在门口那里当保安 然后他们拿着我们的钱 去吃吃喝喝 喝奶茶喝咖啡 去吃麻辣烫 吃火锅 去旅游 你们愿意啊 谁愿意吗 所以取消物业势在必行 电梯如果坏了的话 我们直接找电梯公司 是吧 哪个公司卖电梯 给这个小区的 我们直接找那公司 哪里坏了修哪里 哪里坏了修哪里 就行了 物业公司真的没什么存在的意义 呼吁大家取消物业 势在必行 谢谢大家